5月8日,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在昆明市举办向缅甸、老挝、乔团、乔社捐赠新冠肺炎抗疫物资一事。 此次,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共筹集资金超188万元人民币, 其中已发放28万元人民币给云南沿边六州市用于疫情防控, 其余款项用于购买防疫物资捐赠给缅甸、老挝。 这个物资是我们家乡人民、主机国的关心, 最快的时间会把它送到阳光, 把我们华侨、华社团及缅甸人民的手中。 这批物资实际上能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正能量。 物资到了老挝以后,我们云商会会同在老挝的其他的中国商会, 然后包括老挝政府的有关卫生部门,政府部门跟他们协调, 看看物资的分发情况,尊重当地政府的意见。 把咱们云南政府的这种热情还有传递给老挝人民, 也会增加他们一个抗疫的决心。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广泛凝聚 乔新、乔丽、乔治筹款筹物。 截至4月30日,云南全省各级乔联共接收捐款608余万元人民币, 接收捐赠包括各类口罩169.5万个, 防护服3.7万件,防护帽14.99万个, 及其他各类医疗、卫生、食品等物资。 这些款物的捐赠对抗击疫情起到了积极作用。 海外侨胞一直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, 海外侨胞在疫情发生之时,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,他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。 现在在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, 我们应当尽我们的力量帮助他们。 此外,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还向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争取到1000份预防一号方,3000份防疫香囊。 这两批物资目前正在运输, 不日将运往缅甸、老挝和泰国。